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营养学的课程 要介绍生命期营养的第二部分 那我们这一部分呢 会说明怀孕期的营养与养生 也会说明哺乳腹的营养跟养生 也就是说在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介绍成人的营养跟养生 这是我们的教学大纲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认识了解 怀孕期的营养与养生 认识并了解 哺乳腹的营养跟养生 认识了解成人的营养与养生 那在这边我们要介绍 怀孕期的营养与养生 一般在怀孕初期 只要以饮食的均衡 也就是说摄取均衡的饮食 使得体重能够增加到一到两公斤 就可以了 因为怀孕的前三个月 通常都会有不舒服的现象 很容易有所谓的 Morning sick 这样子的不舒服现象 所以只要能够有均衡的饮食 那就可以保持到 在这三个月内 体重可以增加到两公斤 就是不错的 就可以不错了 好 那怀孕期的营养跟养生 就是在早期的怀孕呢 很容易有轻微的呕吐 那如果要减轻这个轻微呕吐的现象 或者是避免的方法 就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以多吃一些五股 五股杂粮的食物 比如说饼干啊 馒头啊 而且是用少量多餐的摄取食物 或者是说 在水分跟液体的食物呢 尽量是在两餐之间摄取 这样就比较不会造成 会有呕吐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呢 在怀孕的期间 应该要多吃绿色蔬菜 以及五股类 那避免使用咖啡 茶以及可乐 因为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对于胎儿是不利的 并且不要饮酒 或者是抽烟 这段时间 这十个月 请控制一下 不要饮酒跟抽烟 更不要随便吃药 因为这个药呢 恐怕有些是对胎儿不利的 那在看病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有生病要看病 请医生呢 要开一些怀孕的孕妇 不能吃的那些用药 不要就是尽量 不要吃到那种 怀孕不能吃的用药 那要多吃一些绿色蔬菜 以及五股杂粮 这些食物 可以使得获得均衡的营养 也就是说 营养素呢 会取得更多样化 这样呢 有帮助于胎儿神经花育 有关的叶酸的摄取 好 那在怀孕期间 对素食的人而言 就是需要补充一些 含有维生素B12的食物 因为对素食的而言 它是最容易有 维生素B12的缺乏 所以特别要强调的说 就是素食者 在怀孕期间 特别要补充一些 含有维生素B12的食物 像味噌啊 建树糖啊 酵母粉啊 这些含有维生素B12 含量比较多的食物 或者是特别的 服用维生素B12的补充剂 也是可以的 那在怀孕第四个月起 每周呢 就应该要增加 0.5公斤的一个体重比较好 因为随着胎儿成长 以及母体的变化 妈妈的体重应该要 就是逐月要增加 那从怀孕的第四个月开始 建议呢 每周应该要增加0.5公斤 整个怀孕过程中 体重呢 应该要增加到 10到14公斤 这样是最好的 那每天呢 也就是说需要比怀孕 还没有怀孕以前哦 多吃了300大卡的热量 每天要多吃300大卡的热量 这是在第四个月开始 就应该要每天多吃 比以前多吃300大卡的热量才行 那这个部分呢 还要特别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以及五谷杂粮类 所以每天呢 就是建议要多喝个两杯奶 或者是喝优肉卤 豆浆也可以 或者是多吃一些豆腐 豆干啊 豆制品啊 小鱼干 来获取更多的钙质 也应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五谷杂粮等 可以使得整个饮食 得到各种维生素跟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的量 都要可以一点点的 逐渐的增加到 尤其到第四个月以后 都要每天增加到 300卡路里以上才行 那这个准妈妈呢 最容易因为身体的变化 而造成贫血 那所以呢 在饮食上 应该要多喝水 摄取膳食纤维的食物 规律的生活作息 配合适度的运动 改善有便秘的情形 并且要加强铁质的摄取 因为怀孕的时候 这个准妈妈很容易 因为生理的变化 而造成贫血 到时候 这个胎儿呢 到宝宝一出生 到四个月大的时候 身体的铁的量 可能就会有不足的现象 所以呢 应该在胎儿时期 就应该先储存 足够的铁质 在这个胎儿身体内 是比较好的 所以运户应该要多吃一点 含有铁质的像肝脏内脏类 或者是红色的肉类 以及深色的蔬菜类等 那这准妈妈呢 应该要多休息 不可以太操劳 而且要做一些运动 那如果这个准妈妈呢 有水肿的时候 就应该要多休息 抬腿 把两个脚抬高 就是两个脚挂在 挂在这个枕头上面 那避免长时间的这个站立 而且要限制 钠的摄取 就是少吃一点盐 口味不要太重 并且少吃腌制品 罐头类等含有钠比较高的食品 是要限制的 如果有痉软 就是有抽筋 小腿有抽筋 或者是有其他肌肉 有痉软的时候 就应该要特别的去补充钙质 让这个身体呢 有足够的钙质 补充到身体有足够的钙质 那在整个饮食上 就是应该要用少量多餐的方式 来摄取食物 而且要多多的鼓励 适当的散步啊 运动啊 这些少量适宜的运动 要每天多至少有个30分钟 到45分钟的活动量 做一个散步运动 这样的一个适宜的运动 这样可以增加活动量 那对于哺乳户的营养跟养生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母乳是最安全 又卫生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对对这个婴儿来讲 婴儿来讲就是母乳就是一个最好安全 卫生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那所以呢 在哺乳的时候 这个哺乳妇每天应该要比怀孕前增加500大卡的热量 这样才足够他去制造一些乳汁 让乳汁更足够 所以应该选用 选用营养比较高的食物 吃营养比较高的食物 水温比较多的食物 像是牛奶鸡蛋 肉鱼 豆蛋类 这些 那另外呢 蔬菜水果也不能少 因为蔬菜水果含有许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那这些都是哺乳妇所应该摄取到的这种均衡的饮食 那每天都要喝二到三杯的牛奶 这样子能够制造充足的奶水 那哺乳妇应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钙质跟铁汁 来制造他的乳汁 所以呢 在饮食上适量的豆制品跟肉 肉类呀 可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钙质跟铁质 那多摄取蔬菜水果 那是要获取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 那而且还又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膳食纤维 这样可以预防便秘 至少要每天呢就是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的摄取量 这样是比较好的才能够预防便秘 那产后的进补呢 很多都是以含有高蛋白质的食物为主 那这些产后进补的食品 最常见呢就是在坊间最常见的就是什么猪腰猪心麻油肌等等这些食物是最最多拿来当这个产后进补的食品 但是有很多含有高这个蛋白质高胆固醇的食物 像这些猪腰猪心麻油肌等等 都是属于高蛋白质高胆固醇的食物 因为有胆固醇含量很高 所以呢适量摄取就可以了 不必特别每天都吃的太多量的蛋白质跟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成年人的营养跟养生 那成年人他的食物的摄取量 还是得依个人的年龄活动量 健康的状况 做适度的调整 那因为中年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基础代谢率会降往下降 那热量的消耗也会随之降低 那热量的供应呢 就必须要比年轻的时候减少10到20%的量 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饮食没有改变 热量消耗已经降低的情况下 那饮食又没有改变热量也没有变 那么中年以后就会有肥胖的现象 那对成年人呢 他们应该要多摄取深色的蔬菜 水果奶类豆制品等等 那对于蛋白质的摄取建议量呢 应该是占了总热量的10到12%最适当 那脂肪呢 就是应该在日常活动的热量来源 应该是日常生活热量来源之一 它应该是占总热量的25到30%比较恰当 应该选用植物性的油脂比较好 那因为植物性的油脂含有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比较对于我们身体是比较好的 那而且也含有比较多的必须脂肪酸 那糖类的供应呢 应该是供应给人体热量的主要来源 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说糖类应该是占了总热量的 58到68%最恰当 因为多摄取了深色的蔬菜水果 还有牛奶大豆制品 海带等 这应该是说 如果能够多摄取这些深色蔬菜 以及这个牛奶啊 水果这些呢 就是比较能够使得 这个饮食中得到的 比如说这些叫做植物的固存类啊 或者是维生素 维生素矿物质 在这些天然的深色绿色食物 以及蔬菜水果等等是含量比较多的 那中老年人的这个这个阶段的营养跟养生而言呢 就是中老年人应该从这个六大类食物中选择不同的食物 可以增加饮食物 可以增加饮食的变化 让饮食呢 能够多样化 这样呢 可以增加饮食的欢乐气氛 也可以使得身体更健康 尤其是患有这种高血脂症 糖尿病或者是肾脏病 这样的慢性疾病 或者是说文明病的人呢 虽然饮食上也会要有一些饮食上的限制 但是基本上如果调配得当的话 它的饮食仍然是可以取向饮食多变化 有趣味的 比如说饮食中就应该多摄取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 像蛋类啊 红肉啊 肝脏啊 这些是含有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物 那另外呢 维生素B群 铁质 它的含量也比较多 那像这样的食物呢 适量的摄取就好 那应该要多摄取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 像蔬菜水果整骨类这些食物 像糙米啊 全麦的馒头啊 所以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讲啊 家中备一些现成的食物 用食物来做一个就是补充身体的营养素 这样是最恰当的 而不是说吃一些现成的食品啊 这些应该是以食物来调配 这样比较好 那中老年人吃饭的时候 应该本着细嚼慢愿的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偶尔使用冷冻食品或者是半成品 是可以节省做菜的时间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吃饭的人口少就很懒得去做自备一些食物 那么我们就可以建议他用冷冻食品或者是半成品 来节省做菜的时间 也可以利用小烤箱 电锅 微波炉 来热菜 那一般来讲这些中老年人他已经习惯了重口味 所以呢 饮食上可能都会喜欢有重口味的情形 那么我们就建议说可以使用洋葱 葱 姜 蒜 九层塔 香菜 八角 五香粉等等这些食材来来替代酱油盐 这样的调味 这样呢 能够刺激食欲 吃饭的时候应该就是以细嚼慢愿的方式来增加乐趣 而且是要专心的去吃饭 而不是一面吃饭一面看电视 这样是不好的 那中老年人养成应该要养成多活动的习惯 年纪大了以后骨质呢 就比较容易有疏松的现象 就很容易产生骨折 动不动有跌倒 就会听到跌倒骨折这种事件 那所以呢 平常中老年人应该要多吃一盖质丰富的食物 像是奶制品啊 小鱼干啊 小鱼啊 不拉鱼啊 这些 或者是鱼罐头啊 深绿色的蔬菜 以及豆制品 那带有鱼骨头的这种鱼罐头呢 实在是含有盖质比较丰富的 那平常生活上呢 应该是要养成有固定的活动 就每天呢 都有一些适量的活动的这样的习惯 也就是说 每天呢 能够安排一些时间进行散步 打太极拳 跳跳吐风舞 甩甩手或者是做一些健康操 这些活动 每天至少做个30分钟到45分钟这样子会比较好 而且呢 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注意身体的状况 能够及早发现身体有一些状况 就能够及早治疗及早注意 这样是会有帮助 这个假设有一些慢性疾病啊 发生了 那么就早早的做治疗 是可以控制它恶化的现象 那中老年人的养生呢 最主要的就是饮食呢 要采用均衡的饮食 而且食物应该要多样化 三餐应该正常 每一餐都要有规律的 含有所谓的肉鱼豆蛋啊 还有蔬菜水果啊 这些能够调配得当 蔬菜水果奶类 每天呢就是能够均衡的饮食 这样子 而且每天至少摄取六大杯的水分 就是包括了白开水啊 饮料啊 汤啊 但至少要有六杯以上 这样比较好 而且最好做的运动 是一种户外的运动 多到户外走走 晒晒阳光 这样子呢 可以促进维生素D的 D3的一个制造合成 而且呢 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运动 在家随时找机会 动一动 做做家事 尝饱好心情 这样子就是可以让自己 非常的有养生概念 中老年人的饮食的原则呢 首先就是应该要采取均衡的饮食 并且应该少吃一些油脂类 比较高的食物要少吃 要遵守金字塔饮食的一个原则 减少摄取油脂量 那一般呢 植物油因为含有比较多的 不饱和脂肪酸 在高温还有油炸 就是油炸高温的时候呢 都很容易产生不安定的 环状化学成分 而进行了一种氧化作用 那这个氧化作用呢 是会产生过氧化物质 那产生过氧化物质的现象 就会导致致癌物的产生 因此呢使用这种植物油脂 应该采用低温喷调的方式比较好 也就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 最好都是采用低温喷调的方式 那中国的麻油 就是中式的凉拌菜的一个盛品 一般我们在做调料理调味的时候 常常会滴一个两滴的麻油 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那在中国这个麻油 就是一个中式的凉拌菜中 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就很相似的例子 就像在南欧或者是意大利人 希腊人 他们所用好品质的这种橄榄油 他们在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用面包沾着橄榄油吃 或者是生菜沙拉 只要加一点点盐 醋以及橄榄油 就是可以使得青菜 可以美味可口 那除了这些沙拉酱 千岛酱之外 也可以做成像油醋酱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就像凯撒沙拉的做法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欧式的 或者是说意大利式的一种做法 那扩充个人食的领域 可以增加生活的群趣 那很多就是多数的消费者 因为个人口味的不同 也就是有使用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油 像他们会选用 有的人喜欢大豆油 有的人喜欢玉米油 有的人喜欢红花籽油 葵花籽油等等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都是含有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说这些植物油 含有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除了这些之外 国人也应该尝试着选择橄榄油 这种使得吃法 有更多种的吃法以后 可以自行决定不同的选择 来扩充个人食的领域 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性 也可以提高对吃的营养的一个品质 可以促进个人身体的健康 那当40岁以后 应该要多吃蔬菜水果 因为40岁以后 有的人消化机能呢 就显著的下降 饮食的内容呢 内容应该要 着量的增加蔬菜水果了 但是很有可能 这个时候40岁以后呢 就牙齿可能就没有这么健康 那在没有健康牙齿的状况下 恐怕就要摄取适量的蔬菜水果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适当的将蔬菜水果切碎 或者是在喷条的时候 就是把它切碎啊 切细啊 打成汁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能够把蔬菜水果打成汁 或者是用喝的方式 也都可以把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取量增加 好 那在这个补充微量元素的 以及维生素的部分 也就是说体内抗癌 抗氧化的物质除了就是 维生素C 维生素B群 还有子溶性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AD、E、K等 通常都是具有这个抗癌 以及抗氧化的这些物质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也是有一些微量元素 是具有抗癌 以及抗氧化的物质 所以在做进行微量元素 以及维生素的补充最好都是以中和性的补充会比较好 那微量的金属元素 它本身会参与SOD的抗氧化作用 在人体虽然只是一些微量的金属元素 像洗、心、蒙、铁、铜 在体内都是可以参加 参与这个SOD超氧化其化酶的 也就是说 这一种体内的蛋白酵素的抗氧化酵素作用 还会发挥一个解毒、分解自由基、抗氧化、保护细胞以及防癌的一个功效 那这是微量元素的这个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说 可以适量的一个补充这些微量元素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是参与我们身体抗氧化作用 可以有解毒、分解自由基、抗氧化的一个能力 那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荷尔蒙 也就是说 在中老年人的部分 有骨质疏松的人 也就是说 一般这样的人呢 在他的一生当中 骨头呢 它是随时都在分解跟制造的 一般我们身体的一个骨头 它是一个动态的 而不是说 到了成年人以后 他的骨头就已经不动不变 而不是的 因为这个骨头 我们的骨质呢 随时是在一个动态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这骨头里面有所谓的死骨细胞 就是说它会分解的 那会比制造的骨质细胞 所谓的成骨细胞 来的活药的时候 那就会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症了 也就是说 最好成骨细胞会 会跟这个尘骨 死骨细胞达成一个平衡的现象 就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 可以保持比较好的体态 不会老豆Q 不会变成就是老化 或者是矮化的一个 就是变老了以后呢 就是身高会萎缩的现象 那中老年人 他的慢性表现呢 就是说 很容易有身高减小 就减矮 就变矮了 这个就是一种 骨质疏松症的一个信号 所以呢 一般来讲 年纪大了以后呢 可能就会比他在25岁 35岁 这段时间的身高呢 就会变小很多 小个两三公分 甚至严重呢 到了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以后 不只 可能不只少个两三公分 有的呢 还会少个三五公分以上 甚至于最严重的 还有少到 少到十七公分的记录的 好 就是说 在他七八十岁的时候呢 他的身高呢 比他25岁 35岁呢 少了十七公分的现象 那在全世界 每三名女性 或者是说八名的男性 就会有一个人 患有这种骨质疏松症 那在美国呢 每年 有七十万人 发生了这种脊椎骨折 脊椎性的骨折 那在台湾 大概有六十 就是大于这个六十五岁的人呢 每百人 每一百个人中间呢 就有十个人 很容易发生骨折 那也就是说 大于六十五岁呢 就很容易有跌倒啊 骨折啊 这种现象 那最慢性的表现在 身高的一种减小 就是缩小 就是变矮了 那肌椎呢 肌椎会有畸形 变得驼背 那腹部呢 甚至于会隆起 那步伐就会减慢 这个就像一个虾子 虾子的那个样子 就是肌椎拱 肌椎呢 驼背 然后腹部隆起 那这个平衡 平衡的改变 身高啊 以及平衡感的改变 走路呢 就会不稳定 所以你看那个老年人 走路这样东倒西歪的 这就是一种平衡的改变 那肌肉又很容易疲劳 容易摔倒 它的并发症 就是有其他的 伴随着其他的骨折的现象 那有这样的现象的人呢 再发生 再发生骨折啊 或者是其他的摔倒现象 压迫性的骨折的几率呢 是一般正常的人 增加到五倍 也就是已经有骨 有摔倒过 有骨折呢 他就更容易再摔倒 就更容易有骨折的现象 那这种是再发性的一种骨折的几率 会增加到五倍 那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多运动 适量的运动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因为年龄老化 而造成消化器官机能的一种退化的结果 所以应该要有一种多运动 来增加肠道的蠕动 还有利用慢跑啊 散步啊 仰卧起坐啊 游泳啊 以及仰卧抬腿啊 舞蹈伸展操这些运动 可以增加腹肌的强健 有助于消化器官的机能正常 在例题一我们要说早期怀孕的护女呢 就是常常就是就早期怀孕呢 会容易有呕吐 那要减轻这种轻微呕吐 要避免这样的呕吐情形 它的避免方法有哪些呢 就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 就是一大早起床以后呢 就吃一些干的饼干啊 或者是说馒头啊 饼干啊 这些五股杂粮 而且呢 如果即使想喝水 或者是想吃一些液态食物呢 尽量就是在两餐的中间 这样比较好 就是隔 就是饭前两个小时啊 就在餐间摄取水分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避免 或者是说 可以吃一些维生素B6 如果严重的话 就可以吃维生素B6 那一般轻微的话 我们就吃一些馒头啊 饼干啊 苏打饼干啊 这些就可以避免了 那例题二 就是怀孕期间的营养跟养生呢 要注意哪些呢 就是怀孕期间的营养 就是要比一般还没怀孕的时候 增加300卡罗里的一个热量 那这段期间 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那蛋白质的摄取呢 就是每天至少喝个两杯牛奶啊 或者是摄取一些小鱼干 含有含有这个钙质含量比较多的食物 因为这个期间要补充多的 多一点的蛋白质 钙质 铁质 这些食物会比较好 所以呢 就应该要多吃一点 钙质啊 铁质含量多的瘦肉啊 内脏啊 或者是肝脏啊 这些食物 那最容易的 就是每天喝了两杯的这个奶啊 就是最好 就是早晚各一杯奶 这样大概就有300卡罗里以上的补充 那这样补充足够的热量呢 就可以足够怀孕期间的营养跟养生了 那另外呢 就是要有蔬菜水果的摄取 应该要足够 因为蔬菜水果含的维生素矿物质比较多 尤其是膳食纤维 那膳食纤维呢 就可以使得怀孕期间不会有所谓的便秘啊 这些问题困扰 那例题三就是哪些因素引起一般植物性的油氧化而产生过氧化物的现象 一般这些因素就是高温高热 高温的比如说油煎油炸高温的一种喷调方式会使得这些植物性的油脂 因为它所含的不不饱和脂黄酸含量比较多 会造成这个氧化 那氧化了以后呢 就会产生过氧化物质 那所以呢 这些要喷调植物性的油脂最好用低温的 不要用高温油炸 因为高温油炸对这些油脂容易产生过氧化物 好那第一题是就是中老年人的饮食原则有哪些 那中老年人他可能慢慢的就要降低他的热量 比年轻的时候要少个10%到20%的总热量的摄取 不能再像年轻人一样吃 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了 因为中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已经降低 会逐年的降低 所以呢 中老年人热量的摄取要降低 那油脂的摄取呢 也要降低 就是要控制蛋白质在12到15% 那油脂呢 只尽量在25%就可以了 那糖类呢 就是58到68%左右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那饮食上呢 就是说热量少一点 脂肪少一点之外 也不要吃得太重口味 因为呢 那那的高高那的摄取呢 是对肾脏是不利的 那也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高血压的问题 所以呢 油脂少之外呢 还要还要有一个盐 盐分也要降低 而且钙质含量的摄取呢 食物要多一点 比如说牛奶呀 小鱼干呀 这些食物都要摄取多一点 有就是中老年人的饮食 就是要所谓的3D二高的一个原则 3D二高避免文明病的产生 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以及血脂 以及血胆固存的一些问题 所以要最好用3D二高的现象 的一个饮食来 给自己的一个原则是最好的 那立体五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基础代血率会有下降的现象 会引致就是说引起热量消耗的变化 也就是说因为随着年龄增加 基础代谢率会下降 那每年呢 就会下降它的基础代谢率 所以呢 热量消耗呢 也应该要随着降低 所以到中老年以后 热量的摄取应该要少 比这个年轻的时候 要少个10%会比较好 因为基础代谢率逐年下降的关系 所以热能消耗的变化 也就变少了 所以呢 在整个热量的摄取 就应该要减少 好 那总结本章呢 我们要做个回顾 也就是说 在本章的内容 我们已经了解了 怀孕期的一些营养跟养生 也了解了哺乳户的 营养跟养生 最后我们还对于 成年人的营养跟养生呢 做了一些介绍跟说明 所以呢 在本章你已经可以 很清楚了了解 在这个三个不同阶段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营养跟养生的 一个情形 很详细的都在本章 都有做个介绍 那以上就是本章的一个内容 西方 我 现在 我